那天打扫卫生,在沙发上发现一条并不属于我的内裤 老婆,我晚上有个会,可能会晚点回来 你妈和内裤干嘛 好你个王平江,这条内裤是谁的 是你的吗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内裤 而且它都发霉有味了,怎么可能是我的 我想起来吧,就那天我看阳台上掉了一条内裤 我就适手捡起来放沙发了 你瞧瞧你自己说的是人话吗,王平江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我什么也没干 你今天也不把话说清楚,你就别回来了 王平江,你跟我回来,王平江 那女人啊,来来来,快进来坐 是楼上刚搬来的那个漂亮的女艺女人 有事吗 不好意思啊,我好像有条内裤掉在你们家阳台上了 你看看,一天天就知道疑神疑鬼,快把人拿过来吧 原来那内裤是你的呀,我去给你拿啊 这个吧 对,谢谢啊 等一下 我看你内裤上都发霉了 而且刚刚还闻见你衣服上有味 你衣服是不是没有洗干净啊 我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这衣服也是天天洗,但是味道总洗不掉 而且越洗越有眉点 你等一下 给你这个 莫蒙洗衣机清洁剂 嗯 这是清洗洗衣机的 是啊 你是不是平时家里洗衣机没有清洗啊 衣服才有味道的 我这天天洗衣服还用清洗洗衣机啊 这洗衣机超过三个月不洗 相当于在马桶里面洗衣服 我建议你啊,一定要试试这个洗衣机清洁剂 它的除菌率高达三个九 就把它倒入洗衣机里 它是不需要浸泡的 轻松快捷 即使是肉眼看不见的脏东西 也能清洗得干干净净的 一个月清洗一次 洗出来的衣服呢 穿着才舒心 家人们赶紧去试试吧 那这个从哪里买啊 我赶紧买回家试试 现在点击头像 进入直播间就可以购买了 不好意思 我错怪你了 对不起